此次国产大型客机C919飞迪拉萨 将开展环控 航电 动力装置等 高高原运行关键系统的研发试飞 以及高高原机场适应性检查 为后续满足高高原航线运行需求 和高原型研发奠定基础 高高原航路的安全高度高 距离长 飞机需要长时间在崇山峻岭上飞行 要求飞机具备优异的爬升和跃脏能力 还对环控 刹车和发动机等关键系统 提出了更高的性能和可靠性要求 拉萨贡卡国际机场海拔高度3569米 周边山峰众多 气候环境也比较复杂多变 为安全高效完成C919进账试飞任务 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 并开展了多次高高原机场模拟机训练 此前国产商用飞机ARJ21也已飞抵西藏 进行环青藏高原演示飞行 两型国产商用飞机相聚在世界屋脊 截至目前ARJ21飞机已完成25条航线 55个航段62小时的飞行任务 覆盖11座高高原机场 并4次直飞世界海拔最高民用机场 道成亚丁机场 为保障好此次演示飞行任务 我们针对不同高高原机场 在飞行程序 机场设备 运行环境等各方面形成了 一场一线一侧清单 充分验证了ARJ21飞机 高高原运行的适应性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